在美国的商人企业家和房地产投资者当中有一本非常经典的书被反复的提及 今天我就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精华 大家好,我是黄永明,我在美国休斯敦向您问好 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本书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本被反复提及的特别经典的书 它的名字叫The Immits 这本书它主要是讲为什么大部分的小生意小公司都会失败 怎么样去避免这种失败 这本书有几百页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的精华总结下来 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和一个词 那这一句话是什么呢 这句话就是作者的核心观点 Work on your business, not in your business 这个话怎么样来理解呢 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很多情况下 你去进入到一个生意当中 你要开始自己的一个小生意是怎么开始的 你想一下很多人是这么开始的 比方说你特别擅长做菜 你自己在家做菜做饭做的特别好 好,你的朋友就跟你讲 哎呀,你这个水平,你这个厨艺就已经可以自己去开一家餐馆了 于是你自己就认为你自己真的是可以干这个生意的 于是就去开这个餐馆 或者呢,原先你是在某一家公司从事某一项技术工作的 后来呢,你的同事啊,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 都跟你讲 你在这家公司做的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独自去做一家公司来专门干这个业务呢 你觉得是啊,有道理啊 我既然在这儿做这么好 那我自己做一家公司应该做的也非常好啊 很多人的小公司都是这么开始的 然而当你开始了这个公司之后 你很快会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 这个残酷的现实就是原先呢 你可能特别会烧菜 你可能会做某一项工作 但是呢,当你自己真正的去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你熟悉和擅长的这个方向之外 有十几个你完全陌生的根本不会做的事情 比如说怎么样去做市场营销啊 怎么样去计账啊 这些七七八八的很多的环节是你原先在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生活当中完全没有接触过的 你也是之前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有这么多的困难 所以一开始可能你还能够去做你的这个生意 但是随着你的生意越做越大 规模越来越大 那么你会发现你开始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啊 做不过来了 就像马戏团的小丑你在扔那个球啊 随着这个球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你开始接不住了 你或者说是转那个盘子 要转的盘子太多 终于有盘子开始掉下来了 这就是很多的小企业小公司 他一开始有一个人从自己作为一个技术工人 我们叫technician 他来创业 然后很快会遇到的一个困境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涉及到这本书的 它的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观点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system 你要有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你能够把一个体系运用到你的这个商业当中 让你的这个商业啊 就像一个独立的活的生命一样 你并不是处在你这个生意当中的 而是你在旁观 你在去管理它 所以这也就是咱们说的on your business和in your business的一个区别 in your business是什么 就是你就是这个生意本身 如果你不存在了这个生意 它就消完了 比方说你特别会下面条 你去开了一个面馆 你自己当老板进货啊进菜啊都是你 煮这个面条也是你 端盘子也是你 擦桌子也是你 扫地也是你 所有都是你 你能请一天假吗 你不能请一天假 你只要请了假 你这个面馆那天就不能营业了 就得关门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呢 你需要一个system 你有整个的一套操作手册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系统性的方法 把这个方法交给人家 任何人都可以来做 这个就是麦当劳他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他不是一般性的一个加盟 他叫做business format franchise 就是商业格式的一个加盟 你需要有自己的一个商业格式 他简单到只需要最低水平的人 他按照你这个方法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一步做下去 就能够得到完全相同的结果 可以预期的结果 他不取决于说你的这个员工 这个操作者 他必须是一个专家 也就是说你整个生意呢 是基于系统的 而不是基于专家的 什么意思啊 我比方说你去做一个我们讲律师事务所好了 你说律师事务所他不需要专家吗 不是说他不需要专业人员 而是说你要有一个能够让符合最低标准的人都可以来操作的一套体系 你每一个环节你要把你的步骤 你的技巧全部记录下来 他是可以传授的 所以呢 我们从technician 从这个技术工人 到entrepreneur 企业家 他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technician呢 就是你就是你的生意本身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己来做 你是没有任何的financial freedom 没有任何的财富自由的 必须呢 有了system之后 才可能在这个technician之上 有一个manager 有一个经理 这个经理呢 他有一部分的财富自由 然后在这个manager之上 entrepreneur 就是企业家 企业家呢 他只要去管理这些经理 然后这些经理呢 去协调所有的各个环节 能够有条不紊的运行 那具体的工作 技术性的工作是谁来做呢 是technician来做 所以这个时候 你作为企业家 entrepreneur 你就是work on your business not in your business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你做你的生意 不要把自己做成一个技术工人 你就是你的生意 这样子 你的生意很快 就会遇到重要的障碍 这个呢 也是我们去做房地产 这个行当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们要有自己的系统 你这个系统呢 是任何人都可以来操作的 这样你可以把你的很多的任务 分解掉 让那些technician去做 可以把它外包出去做 不需要你自己亲自去做 这样你的规模才能够扩大 而且每一次的操作最后都能够得到预期的结果 但是这本书比较厚啊 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办法详尽的把所有的细节都给你讲了 其中非常多的观点是很具有启发性的 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书推荐给大家 今天就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 咱们下次再见